新店市职会在农历春节前夕 由前会长萧如乐捐赠南投县政府一辆富康巴士 强化南投县社会福利照顾能量 由县府称义陆振威代表受证 也盼望在新的富康巴士加入后 可以提供南投县身心障碍者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车上配备有轮椅升降机以及摄影机 让搭乘轮椅的身心障碍者能够便利上下车 也可以让司机了解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的乘车情形 确保搭乘安全 在农历春节前夕 新店市职会前会长萧如乐捐赠南投县政府一部富康巴士 由县府参议陆振威代表接受 陆参议也代表县府回赠感谢状 感谢萧如乐先生的善行依据 特别谢谢国际市职会的协助 能够让我们南投县的话乡下的老人 他们在就医复健等等活动上面 都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照顾 那林县长对于说我们南投县弱势的族群 或者说是老年人的服务照顾等等都相当不遗留 社会处也相当投入相当大的人力 在13个乡镇设置据点以及服务的交通车辆 以照顾说中老年人他们有关于就医复健等等的活动 那在这边也谢谢说各界三星人士对于说南投县的支持与照顾 也期待我们所有社会能够有一个更祥和更文心的未来 肖前会长是南投县民间乡人 年轻时就北上打拼 有感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家乡的资源贫乏 先后以父母的名义捐赠富康巴士 象征双亲爱心以及生命的延续 也让有需求的民众更加便利 因为感念到南投地方比较偏级 社会资源比较不足 所以说我本身在2014年 又捐了一部富康巴士给南投县政府 以我父亲的名义 那今年我再以我妈妈的名义 秀城市再捐一部富康巴士 第三专丁股主席秀面的 来感念我双亲的养育之恩 希望能够延续我爸爸妈妈的生命 照顾义乡亲服务肉侍 针对新店师子会前会长肖 turkey乐 捐赠富康巴士 社会及劳动处相当感谢 并表示目前南投县有20辆富康巴士 分配到各乡镇服务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 未来也会配合中央的长照计划 委托民间社福团体提供县内失能老人专属的交通服务